我是不良人天造星 不得不说 我们剧里的男主角李星云 大家都知道吧 活成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模样 哎 人家不仅有幻音房大美女姬如雪爱着 就连可爱的痴梦也很喜欢她 还有女帝 女帝竟然也暗恋这家伙 太令人恼火了 今天就让我带大家领略一下 画江湖之不良人 中的五大美女 如果是你 你会选谁做你女朋友 一 痴梦 痴梦说着一口颠北普通话 又有古灵精怪的性格 聚能吃 长得美 害怕水 是十二栋的人 是苗疆唯一的公主 青梅竹马是尤川 徒弟是四大师祖之一的后卿 痴梦对感情感爱感恨 专一痴情 对朋友更是讲义气 两肋插刀 为了家人面对吃力的恐怖 也毫不退缩 勇敢面对 这样的女孩子又怎能不爱 推荐指数五颗星 二 女帝 第一季女帝出场的时候 非常惊艳 给人一种深藏不露的感觉 男装的时候非常撒 女装又很妩媚 在通文馆展现出了 BOSS及的实力 轻松细耍李存孝 但她却是画江湖之不良人中 最令人心疼的角色 女帝作为不良人系列中 公认的第一美女 一人分饰两脚 掌控齐国的齐王 掌握妙殷房的女帝 既有鹦鹉霸气的一面 又有妖娆五妹的一面 堪称完美女人 推荐指数五颗星 三 姬如雪 姬如雪是幻殷房 被女帝收养的侍女 李星云的官配媳妇 她的美 没有那么惊艳 属于那种邻家女孩类型 在不良人前四季中 一直是圆脸长发的造型 到了第五季 官方就给她做了 全面的整容手术 长发变成了短发 英气十足 推荐指数四颗星 四 师祖江城 江城是四大师祖中 最神秘的人 武力强大 子发黑眸 行指轻挑 声音入骨 性感中略带五妹 一身蓝色 紧身净装 完美展现出了 她的身材 有种抑郁风格的美 但咱们师祖的性格 可是特别的逗笔 充满了反差感 推荐指数五颗星 五 师祖银钩 师祖银钩一出场 便惊艳众人 仅凭内力外化的 护体钢器便能杀人 而且秒杀八 也足可见其武力之高 欲解罗莉随意切换 不过想要加以她 心理承受能力要特别强 推荐指数三颗星 你们还喜欢哪位美女角色 下方评论哦